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佛法最主要是带来哲理 学术上一些知识 以前前人留下来的一些知识让我们去认识 而不是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师父 他会上身 他会有神上身在我身上 然后我告诉你 你有什么问题 这些其实都不是真事来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法师也好 我们的传教师也好 或者是佛教的正信的领导人也好 我们心中存有的就是要服务大众 帮助大众 就是他的慈悲 这是很开明 open的 所以没有所谓变成一个一个叫神话的一个人物出来 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这位先生卢先生就利用这种心理 把他塑造自己就是好像神的代表佛的代表 这个是在佛教里面没有这回事 再来呢 人生可以要有信仰 可是要有正信 不能乱信 不能邪信 不能悟信 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家要知道不可怪力乱神 不要信那些胡作妄为的 浪费你的所谓无畏的金钱的 甚至让你家庭又不合的千万不要去信 那我们有六个正觉之路 我们说第一个就是邪信 邪教不可信 邪理不可听 邪人不可教 邪书不可读 邪事不可做 邪话不可说 我想我们佛教就是这样带着这个整理 所以我们不敢乱说 因为我们不能把人家落入错的因果 那么这位先生他敢这样说 那么最后的因果他要自负 不过我们也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回头是岸 人有一种性格 我们不能够去说他有什么样的多方性格 不过我觉得人要有个正派 要有个正派的性格是非常重要的 是 刚才我们就是听到 决成法师刚才所说 就是为什么有这么样多的人来信 卢台长 其中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包括信众们他们的欲念比较大 就是他的信众们欲念 就欲望比较大 我这方面就也有一些观察 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 我有一些观察 然后也请两位老师 然后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下 就是卢台长 他除了就人的欲念之外呢 或许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 他的这些法术啊 或许有些人 真的从他的法术得到了一些好处 然后就使得更多的人去追寻他 然后他这些法术呢 确实他不是佛教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们 我们都知道 我们民间信仰当中 也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 真的能够灵验的一些东西 所谓的神童吗 就乱神啊 战童啊 这些事情的出现 所以他是不是结合了 他用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 真的能灵验 同时又借着佛道的这种宣传 来宣传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叫做心灵法门 呃 所以所以这这一段 我们我们还请了 两位老师 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好呃 我可能先来说 过后呃 请决生法师再做呃 补充 嗯 那呃 佛教对这个神童的这个看法 呃 呃 呃 我们没有说神童 呃 是邪的 是不好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佛教修行者呢 在修行的这个过程中 呃 那么呃 应援成熟 呃 当他符合一定的这个条件以后 那么神童会自然有 呃 呃 那么这个神童自然有呢 呃 呃 简单来说 呃 所以神童他提供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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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就是方便 哦 方便 我打个比方 那么在呃 这个呃 2000多年前 哦 那么在古印度佛陀的这个时代 如果说我今天告诉你说 呃 呃 我要从印度哈 2000多年前 我要从印度去到中国 那么啊 我要在一天里面抵达 当时的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哎 你这个人疯了 怎么可能一天能够到啊 呃 中国 哦 可是2000年以后的今天 哦 科技发达 哦 那么很多的这一个这个条件都符合了 要从印度去到中国 一天里面绝对是能够做到啊 能够包括来回都没问题 哦 包括现在我们 我们要知道呃 就是呃 几千里外的这个朋友 吃饭 跟他聊天 我也能够马上去视讯 哦 这个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佛教里面的 这一个这个神童童 神童童的意思就是你能够在短暂时 哦 一刹那就能够去到那个地方 哦 或者说你有这个天眼通 能够看到千里外的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可以吗 可以啊 千里外的事情 怎么看 视讯打 打开 我就马上能够跟跟跟呃 看到对方啊 跟对方聊天 包括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广播室 能够跟整个全马的这个 甚至世界的这个民民中交流 能够吗 可以啊 嗯 这个也是呃 呃这个我们讲说科技的呃 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方便 哦 只是一个是神童给你的方便 一个是科技给你的这个方便 那问题是 有了这个方便 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方便 我们怎么使用这个方便 哦 这个才是关键 嗯 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 哦 我们佛教讲的这个正知见的话呢 那么神童他可能就是两 哦 两面人啊 就是他可能就会伤了你 哦 也伤了别人 哦 那么在佛教里面有一部经 哦 叫做坚固经 嗯 那呃 这部经里面说什么呢 那呃 曾经佛陀的这个弟子 哦 那么有跟佛陀说 佛陀啊 呃 外面哦 有很多的这些 这些 宗教的老师 都在显神童 哦 那么来啊 招收这个这个弟子 来教育他们的这个弟子 那佛陀你是 有很大的这个神童 那为什么您不显这个神童 嗯 那么佛陀说不行 哦 求了几次 跟佛陀讲了几次 佛陀还是不行 到最后佛陀说 我又有一种神童 这个神童是我允许 哦 我的佛弟子去做的 去显现的 这是什么神童呢 教戒神童 嗯 教戒神神童 所谓的教戒就是 通过教育 他能够改变你这个思想 能够进化你的这个身心 他所带来的这个注意哦 是一世的 一辈子的 神童他带给我们的方便 是一世的 哦 所以说佛陀不允许佛弟子 如果你有神童的话 佛陀不允许你显现神童 不允许你随便去谈神神童 可是佛陀鼓励 大家 鼓励佛弟子 那么去 去把这个佛法 宣扬出去 那么去把这个佛学班 办好来 那么去上佛学课 因为这个就是教戒 通过教戒 他所能够带来的这个神变 他让你的这个思想 从一个极端的变成一个温和中庸的 从一个对生命放弃的 变成一个充满着阳光光明积极向上的人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作用 他是一辈子的 所以说教戒神童才是我们要注意的 而不是这种什么本体的神童 对对对 所以说 其实我们的佛教宗教里面呢 我们就不要偏信一些所谓的神童 就是可能没有神鬼之论 我们说没有神鬼之论 没有怪力论神 怪力论神 但是我们却有这个所谓的就是 正性 正见 这些东西呢都是有 都是有书籍的 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些知识都可以从书面上 或者从一些佛法上面可以学到的 是 这些就是我们要 应该要去追随的东西吧 没错吧 因为通过知识去 其实就好像小学上课这样 是 我们就去学校上课读书 然后我们得到知识 然后 呃留在我们脑袋里面 然后这是一辈子的东西 就是同样的道理吧 对 嗯 对 所以好像在这个呃 颅台长他的这个心灵法门上 你看但是 依然还是很多人去追随他 这些人都是 都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 就是他们都是非常想要快速的 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都是临时抱佛脚 嗯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其实今天到现在为止呢 都是因为我们很多民众 这些呃信徒呢 他们得不到解决 他们 我们如果我们用正性正性 这个途径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嗯 嗯 我想我们佛教界尤其马来西亚 是是是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团结 嗯 在马佛总 马佛清 还有各个佛教的领导 私下 大家就每一年几乎啦 每一个假期都很多的生活营 几乎礼拜六礼拜天或者礼拜五 都有这个所谓的儿童班 好 甚至我们也请了海内外各地正派的信这个佛教的一些领导 不管是在家出家都来做很多的活动跟座谈 甚至呃讲经说法 希望我们大家都第一个大众 好我们有大概有七百万的华人吗 至少有大概四百多万的佛教徒 大家要积极来推动 把好的政治政见呢 更加的来广播不管是四乡正或者是辞世 大家一起来学习政法推动政法 大家一起来积极把这个好的真善美传扬出去 那第二个呢 我们大家少部分的 这是少之又少不多 一定要有一个政治正见的提醒 有困难找对人做对事 否则就是落入另外一种更更更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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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循环 那么我们在这两天的报纸 好从前天昨天都看到陆续有呃 这个美国的世界日报 中国的新京报 还有现在的这个马来西亚的中国报等等 还有网络报等等 都正式的刊登了心灵法门被中国列入非法组织 甚至马来西亚的佛教组织 新加坡的佛教组织 香港的佛教组织 都已经发公文证证实 好如台长这个法门呢 是不是佛教的法门 请大家提高警惕 这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但是还有少少部分的人 可能没有看到 或者可能是真的所谓的 有这种想要快速解决的 就已经去相信了 我觉得这些人有应言的话 来接触我们正式的佛教 相信佛教一定给他们一个很满意圆满的答案 甚至我们真的很希望政府能够采取一些措施跟行动 重视我们佛教徒所发出来的呼吁 我们毕竟这些团体代表了全国大约有400万以上佛教徒的心声 要把正性和不是正性的邪性的 也就分得很清楚 我们已经出了这么多的公文 好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我们佛教徒的心声 好这个如台长不是正性佛教 就请他不要来再做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说这个所谓的佛教套上佛教两个字的法会 但是他用别的他所谓他用他的所谓个人的 什么叫讲演这个我们不管 总而知不可以套上佛教两个字 佛教是不容许这样被所谓的沾染或者是错误的套上使用 我这我们全体全国的佛教徒好几百万的佛教徒正式提出抗议 谢谢 是呃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在卢台长他他也用他你包括他的这个心灵法门 他通过三个三个法宝 一是念经二是放生还是许愿 我想问一下这念经放生和许愿 他是不是借用我们佛教的东西啊 呃那肯定是哦 嗯那么呃在佛教里面呢 呃也有哦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呃呃就是啊送经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提的 送经的这个意思哦 他就在于读经 那么我们能够读明白 那么经里面佛陀说什么 那么最后把它落实出来 那么放生呢 也要有智慧的方式 就像觉神法师刚才提的 我们在放生 我们有智慧放生 那么其实更好的方式是要去护生 哦包括说如果说今天呃 我能够说就是告诉自己啊 那啊我今天呃就是不吃荤食 哦那么不去伤害别人哦 嗯那么我就是在护生 嗯嗯 所以说很多时候呃我们谈到这个放生的时候 如果你不小心处理的话 你呃甚至会去破坏 我们讲说破坏这一个环境的这一个 这个生态 所以说他呃呃你你护生啊 你放生不到啊你可能会变相的去杀神啊等等 那么包括就是这个许愿哦 那许愿也是佛教的一种呃我们讲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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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的方式 他的这个作用 就是告诉自己说 我今天肯定 比方说今天我肯定 那么要信奉正确的 这个信仰 然后要接受佛陀的 这个教导 那么让我的这个身心 能够改变 变得更加的好 等等 这些都是好的 可是问题是 我们的这一些 这一些 我们刚才提的就是 他有他的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 我们参与法会 他能够带给我们 这个身心的这个安宁 安稳 这个没错 这是对的 可是这个就是 法会的这个功能 可是法会不能够 让你肚子饱 你试试看 你送一万遍的这个大北 看你的肚子能够 能不能够饱 他不能够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说今天 有人告诉你说 参加法会 能够让你发财 能够让你 你不用去看医生 或者说你连 可能全人是 病好痊愈 对 病好 或者说你能够名列前茅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要特别特别小心 所以就像刚才 觉神法师说的 在佛教里面 这些法会等等 我们都有 都有他的这个后面 教育性的这一个 这个功能 我们作为佛教徒 一定要去发现 这些教育性的 这个部分 因为只有通过教育 只有通过教育 我们的这个身心 才能够改变 问题才能够解决 如果没有这个教育的话 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的 这个根本 所以记得 佛教不只是法会 不只是放生 不只是许愿 这些都是我们说 外在的一些东西 它更重要的是佛陀的 这个心里面的一个 内在的这个教育 对 佛教的这个 朋友的这个教育 是什么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 就是学佛 最重要的这个目的 OK 刚才我们说到 有放生 其实他们在 这个团体里面呢 还有 还有多一个动作 就是所谓的 小房子 然后你要诵经 刚才有说到念经嘛 其实念经 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我们每天念的话 我们会可能 我们就会 慢慢的把这些 经诵经的 这些经文 给背起来 可能对自己本身是好的 那但是在这个团体里面呢 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 你念了 然后你还要打一个勾 之类的吧 然后好像 一个小房子里面 还蛮需要念 很多很多很多遍 然后其实 我想问这些小房子 这些小房子 本身是有那个效果的吗 我就非常的好奇 那我们诵经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房子 给烧了 一百张 一万张 很多耶 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做法 就一遍一遍的 一个圈一个圈的 我说嘛 刚才说的这个 他奇结了佛教的一些工具 语言 方法 那么这个 所谓的小房子 这回事 很简单 在我阿公阿嬷那个时代 我们的这个 家里的人有人往生了 那个老法师 看到我们很难过 他就给我们一张纸 他说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难过 你们念一百句佛号 一千片的佛号 或者是所谓的 经典 然后拿那个香点一下 一百句就点一下 一百句点一下 可能是一张西方船 可能就是像我现在 举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种叫 我们叫 净土法门之一的 让人家转悲哀 为一个祝福 一个思念 所以我们有时候 所谓借引途 那么这个整个 这个送一百句点一下 送一百句点一下 然后呢 在他出病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火化掉 好 所以我们对老人家的 一个思念 孝顺 等等 这个是有的 这是我们就好像 念 拿念诛 念佛一样的 可是这个不可以 变成商品 这个也不可以变成说 这是我的法门 这个是一种 我们佛教的一个传统 我想问 这个东西是 所以演变变成 他本来就佛教有的东西吗 他就在变变变成 他的小房子 我说我很奇怪 所以不懂的人就以为 他真的是发明了 这什么小房子 什么这往生咒 多少变啊 大悲多少变啊 念佛多少变啊 当然 我们说经咒都没有错 念经都没有错 你不要奇解 变成你的东西 这佛教界本来就有的 可是你不能只有这个 而不去改变你的思想啊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印尼的信徒啊 他的女儿就要嫁给一个本地人啊 他就反对 当然后来他就去找了 人家介绍他去找了 所谓卢先生咯 好 这卢先生就跟他讲 哎呀 你就念多少不大悲咒 你念多少个往生咒 小房子啦 然后呢 女儿会改变的 结果他念了 就如实的念 念了以后呢 女儿找他谈判 反正找到谈判说什么 妈 我要结婚了 啊你这个财产应该分我多少 他跟晕倒 他说 我念了那么多 反正不但女儿没有改变 反正怎么会这样子呢 当然 他又去问哦 为什么我的女儿没有改变 啊你那不够诚意吗 你那不够多 再多几万章 再多几万遍 所以这个东西 他后来就跑来问我说 法师怎么办 我说你觉得 你跟你女儿的沟通 是不是有问题 你反对女儿这个婚姻 反对在什么地方 你要得找出 原因 双方可以和解的办法 当然找出原因嘛 对方对方的这个财务啦 就家财啊 财产啊 工作啦 不比女方强吗 所以女方总会反对 我说这没关系啊 好好的了解对方 好好的培养对方 总有一天可能你这个女婿 也是会是一个人才 用这种方法改变了对方的思想 他就接受了 那到底是他小房子有力量 还是我们的佛法有力量 大家用智慧来判别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佛教的东西 不要变成一个他人的工具 所以不能够以这样子的方式来骑 我一直强调 不要骑节 不要蛊惑人心 不要卖弄神通 不要博物因果 不要欺骗世人的耳目 这样的话会让人家误会佛教 因为佛教就是这种笔性 佛教是走这方面的所谓的蛊惑人心 佛教没有 这是佛教有给我们这方便法门 但是不要方便变成他的随便 或者利用变成他的工具 这是万万不可 这个英国要制服的 所以我觉得让大家清楚明白 不明白的来试验 我们会给你解释 不明白的找我们佛教团体 我们给你们一些正确的观念 现在已经网络那么通了 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正确的资料 总而言之 不要迷信 不要偏信 不要邪信 最为重要 谢谢 我们也知道绝成法师也带了一些经典 和有一些物品 对吗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可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因为我们有从视频可以拍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说明 就是佛教的根据 就是佛陀所说的法 我们叫经典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这个叫做三藏十二部经 所有一切根据 都是根据经典 经 那么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规律 我们所受的戒律 在家有在家戒律 出家有出家戒律 是根据律点 这也是有留下来的一个律点 然后呢 我们对经典有说看法 我们会论点 在世人留了很多的论点 从古到经非常的多 所以经典论具足吗 叫我们叫三藏具足 这个是为佛陀的经典 不可以胡说八道的 不可以 那我们呢 有三藏 三宝 除了三藏以外 我们有三宝 三宝就是佛宝 法就是这些经典 身宝就是出家众 那现在我想 我们大家都明白 我们推广佛教 就是身性平等 在家出家 一样重要来推广佛教 我们很健健康康的 我们没有秘密的 我们有正正派的方法 方式 让家来接受 今天佛教在马来西亚 算起来相当相当的正派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以马来西亚为荣了 能够让我们的佛教团体 能够这么样的开展 尤其这么多的年轻人 在大学 在中学 都很开展 很开放 让大家明白什么是佛教 所以我觉得 不要再回去迷信 不要把佛教 拉低程度 不要把佛教 再走入迷信 不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 马来西亚的佛教徒 大家奋起飞扬 把正性的佛教 给弘扬出去 那至于说 刚才我示范的这个 阿弥陀的接引的东西 在往生的时候 做些什么仪式 这个是很正式的仪式 也千万万不要落为工具 我们也不要 把那个好像说 哇神话 没有 佛教没有神话 他不是解决的方法 佛陀不是神 佛陀是人 他是臣服 这觉悟的人 觉悟者 所以不要把佛陀 变成神 这样子的话 就很多迷信的事情 就出来 当然我在这边这样说 我们也很尊重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 有他们民间信仰的好处 人家说头上三尘 有神明 他不做坏事 他觉得说 我做坏事 神明会处罚我 这个民间信仰 我们尊重 我们包容 我们互相了解 好 各性各的没问题 好 就是不要去 呃 故意 奇解 别人家的教育 好 那把你这个 换一换 然后变成他的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了 不道德了 所以大家也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全体 马来西亚佛教徒 如此的反对 如此的抗议 如此的觉得 不应该让这个 心灵法门 在马来西亚 只身 也不可以在马来西亚 这么轻易的 这样让他进来 做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公开的 一个步道 我觉得政府 应该拿出力量来 制止 所谓不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法门 进来马来西亚 谢谢 嗯 嗯 我们就像杰森法师说的 就是我们要多提供很多更多的管道 更加多的方便给予愿意学佛 想要学佛 那么对宗教有这个需求的大众人 我们要多办一些 我们讲就是符合现代的课程 就是符合现代的 符合现在人需要的一些课程 或者说一些活动 让大家来参与 那么这是我们佛教组织 应该要去做做的 那我想说就是 每个佛教组织如果能够的话 都一定要办这个佛学班 或者说办一些课程给儿童 因为教育要从儿童开始 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教育做得好的话 那佛教的这个发展就一片光明 那么当然对于个人呢 还是一句 就是每一个人总有高企的这个 高或落的 就是高低的这个 这个人生的这个 这个 积极落落 所以要未丑谋 那么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从宗教里面找到 那么就在你自己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心力的时候呢 就开始去慢慢去寻找 去学习 那么去聊了解 不要等到就是问题来了 我们才方寸大乱 才来抱佛脚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是两两边都需要做的 就是宗教组织 我们要扮演我们宗教组织 传扬振兴佛法的这个角色 那么个人呢 我们就要为以筹谋 那么该做的我们要去做 那么记得一点就是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那么凡事速成 都会对身心 一般都是对身心有害的 那么遇到一些跟你讲说 显现神通的 要远离他们 那么平常呢 要多参与 我们讲一些善知识 就是所谓的好的朋友 好的老师 因为当我们参与这些朋友 好的老师的时候呢 他们能够影响我们 潜移默化 他甚至能够在我们 就是需要帮忙的时候 及时拉我们一把 所以要多结交一些好的朋友 要远离这一些 就是旁门 旁门左道 少一点去 去触碰这一些 我们讲这些速成的 或者说一些 让你很快发达的 或者说等等 那些告诉你说 他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浅势的 或者说能够看到你 你在一个小时前 发生了一些问题的 你就这么回答他 已经发生了的 我改变不了 那么如果他告诉你说 你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你就告诉他 如果我的未来都给你预知的话 那我的生命没有精彩了 那我要做任何的改变 也做不到了 这也很奇怪 生命掌握在我们的这个手中 只要我们愿意努力 那么把该做的事情做了 符合条件 符合姻缘 我们就能够改变 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 所以神通 其实就只是提供了方便而已 一样的 就好像男女朋友关系 科技让我随时随地能够跟我的女朋友聊聊天 看到他 可是我跟他的这个关系 能不能够变得更好 还端看我们的这个相处的这个模式 这一个跟神通完全没关系 是的 它是跟这个正信 然后佛教的这种正念 它是有关系的 长期的这种培养 好 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也已经结束 然后快到我们有请觉生法师能在公门 最后名利几句 对 名利几句 各位佛教徒 或者在想要学佛的 还有各位还没认识佛教的 最重要 我们要看这个团体的负责人 他的动机是什么 第二个 我们要很智慧地想一想 我这样的跟随会不会上当 请大家要用一个聪明智慧的眼光来看 真的我信了会改变吗 还是我应该找回真正的佛教信仰 就请各位所谓的卢先生的信徒们 自己做一个所谓的自我考核一下 这个对方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这就这样就这样来信仰是有上当吗 考虑清楚一下 然后这所谓的这一跟着他这一日子来 真的有改变吗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自由的可以做一个选择 但是不要选择错误 这一点就勉励大家 也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谢谢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给我们呈现这么一场精彩的分享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 拜拜 谢谢 谢谢主播 谢谢 拜拜 拜拜